小蹄子,你不给我,我把你膀子绝舌了 你真没良心的 红楼梦,艺书中有一位人物 她既不是千金小姐也不是豪门贵妇 所占篇幅虽不多,但却是全书中一抹生动的色彩 她就是从农村而来,与贾府八辈子搭不着关系的刘姥姥 刘姥姥粗俗,粗鄙,粗鲁 在雕梁画洞极致精美的大官员中可谓格格不入 本该被众人嫌弃的她,却成为少爷小姐眼中值得尊敬的人物 就连贾母都对她刮目相看 贾母的一个举动,更是看出了她在众人心目中的地位 那么从农村来的刘姥姥,究竟是怎样走进众人的心里的呢 今天这期视频我们就来看一看 跟忠明鼎石的贾家比起来 家中以务农为生的刘姥姥连贾府门口的石狮子都不及尊贵 但是她第二次来贾府西安后,却得到了所有人的喜爱 就连府中最高的权力集中者贾母都对她备受青睐 为她准备卧房容,她在贾府休息就罢了 更是将自己手中饮过的茶杯递给刘姥姥 将吃过的食物让给别人吃 在今天看来无疑是一种侮辱 可是当时的刘姥姥却喜不自上 还一口将她吞下肚 难道她是迫于贾府的权势吗 其实对于刘姥姥而言 这口茶完全是对她敬重的象征 这个说法自然是有支撑她的理由的 这就要从刘姥姥初次进入贾府说起 刘姥姥祖上曾经出过大关 可是现在整个家族已经没落已久了 恰逢环境不好 庄家人最赖以为生的作物皆不成果 刘姥姥眼看一家连生计都要维持不下去了 一排脑袋响起数年前 当官的祖先曾与贾府结下过友谊 于是就想顺着这沾亲带故的关系 来求点接近 家里人都不理解她 觉得这是自讨没脸 红楼梦中穷亲戚刘姥姥凭什么获得夫人小姐们的尊重 仅仅只靠半杯茶 刘姥姥却壮着胆子前往贾府了 借着与门房的关系 刘姥姥顺利进入了贾家的大门 与刘家相熟的周大娘大致猜出了对方是怎么个来意 于是便劝她去拜访如今管家的人 凤姐 周大娘因为和刘家关系不错 为了办这事也算是尽心尽力 特地挑了凤姐在屋中休息吃下午茶的时候引人去见 而王熙凤如此精明的一个人 当然早就知道这个刘姥老家无力可图 对贾府而言也不是什么重要人物 因此根本就没有给他好脸色 冷落了对方一阵子之后 才轻描淡说道 贾府这几年也只是表面辉煌 其实当了家就知道样样都花钱 随意拿出二十两银钱 便一挥手命令人将刘姥老送走了 这一次禁府虽说刘姥老的目的达到了 但是却充分演绎了什么叫狗眼看人低 不仅这些当主子的人看不起刘姥老 就连丫头都是可以任意轻视的 凤姐给了对方一笔银两 数额对于农户来说已是不菲 但在贾家这样的大户看来 不过是零头小钱罢了 用来打发刘姥老 也是对她的魂不在意 但是第二次上门情况却是天差地别 这一次是刘姥老感念贾府之前 对自己一家的援助 特地将一些自家的仙果打包带给贵人们尝尝先 她来的时候已经过午 本打算放下东西就离开 谁料到下人向凤姐禀告的时候 她正与贾母坐在一起品尝佳肴 贾母听闻有一位农夫来拜访 而且兽数比自己还高 顿时就来了兴致 想要跟这位老兽兴建一面 也正是这一面成了刘姥老得到垂青的机遇 《红楼梦》中穷亲戚刘姥老凭什么获得夫人小姐们的尊重 仅仅只靠半杯茶 在贾府众人面前 刘姥老身上那股庄稼人的朴实和有趣表现得淋漓尽致 她知道的乡野故事 把所有人逗得哈哈大笑 一举俘获了少爷小姐们的心 就连见多识广的贾母也笑得乐不可知 贾母还邀请刘姥老逗留多几日 让她老人家多乐呵乐呵 她带着一帮人浩浩荡荡地往安中小坐 刘姥老就跟随在身后 也是在这里 贾母赏了对方自己剩下半杯的茶 刘姥老一口气将茶水吞进 扎扎嘴 还笑呵呵地说道茶好是好 就是烧淡了些 大家听了又乐不可知起来 这次离开刘姥老可以说是满载而归 收礼物收到手软 不仅有上百两银子 就连吃的穿的也有不少 为什么待遇天差地别呢 其中也跟着喝盛的茶水有关 贾母是府中的老太君 众人为他马首是瞻 被刺下他吃过的食物不是一种羞辱 相反是一种恩宠的表现 贾母赏赐过的吃十万千 但不是谁都能吃到沾过他嘴的食物的 也只有在他身边备受宠爱的小姐 仆人才有这个荣幸 刘姥老能得到半杯茶水 说明贾母对他十分喜爱 再加上他这次在大官员中的表现 的确很讨喜 于是大家也就愿意多给他一些好处 而刘姥老也时刻铭记着这一份善意 之后贾府面临轻浮之灾时 他挺身搭救凤姐的女儿 那么大家是否听说过 刘姥姥的这一段故事呢 对于刘姥姥或饮半杯茶 又有什么样的看法 欢迎评论区评论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